玉固族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 主要聚居在张业市宿南玉固族自治县 人口约为一万四千人 阿尔斯兰是玉固族第一位历史学博士 出生在当地一个普通牧民家庭 父母都不识字 但在这里 读书是一件受人尊敬和值得骄傲的事情 2003年 阿尔斯兰加入当地玉固族文化研究室 开始走访各个部落老人 民间艺人 拍摄以玉固族原生态民歌为主题的纪录片 在当时交通不便的牧区一走就是十多天 最后将一手资料 用国际音标撰写下来编辑成册 供专家学者进行后期研究 我的这个父母就生活在七连山 真的是我们的家园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 梳立他们的地方性知识 幽默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七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当中 他有哪些可以就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可以去利用到这价值 今年37岁的张辉刚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他是从玉固草原上走出的第14个玉固族博士 极度的自律让他从小就是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同样因为热爱于关注本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张辉刚与学院里的葫芦娃团队开展了大量与玉固族相关的实地考察 调查研究 民族影像传播等工作 他希望用双向奔赴的引导将玉固族的声音传出去 也将优质的资源带到草原 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想 我说我来自于一个小地方 然后呢其实也没有见 就是以前也没有见过太大的市民 然后呢本身苏南的经济其实也不是特别发达 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接触新鲜事物 但是确实不自卑 自己的民族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知识 尤其是带着我的学生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是其他民族 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 如果他们也能去做这件事情 为了比我耽搁要做的更有意义 让苏南的孩子们也能看到 认真学习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苏南县教育局局长安维武向记者介绍说 玉固族包容的民族性格 以及家庭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特别是近十年来 我们的高科 一直保持在98%的高科路数 当地统计数据显示 平均每一千名玉固族人口中就有一名博士 每一百人中就有一名硕士 堪称学霸民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